桌子 好啦 我們來拍年菜 年菜的加熱方式 這是碳香豬肋排 碳香豬肋排 我們拿到會是這樣的一個包裝 然後它打開今年的不一樣方式 不一樣的材料 就是我们找到了历大CLS厂的猪肋排 在台湾很少人去取这么一大块 然后包括它的肉身都很厚 好就是今年比较特别的 它真正就吃得到肉的一个猪肋排 然后加热方法把它剪开 然后很简单 准备一个烤盘把它倒出来 然后倒出来之后 把你这些汤汁不要浪费了 这是我自己熬煮的一个汤汁 然后蛮好 蛮对味蛮下饭的 你就把它全部挤干净的铺在上面 铺在上面 好然后进烤箱去烤个10分钟 中火10分钟小火15分到20分 让它里面都热 好那我们移过去烤箱去 好这是我们猪肋排 好我们移到烤箱这边了 烤箱就直接把它放进去 好这种小烤箱就可以加热了 这种小烤箱就可以加热 然后我们直接去把它以小火转个15分 然后去把它烘烤到上面是酥 是是有点焦焦的 然后里面是热的 慢慢的去烘烤 好普通家用小烤箱就可以了 不用到特别的一个一个特殊烤箱 然后小火去加热 这样你可以用小火去加热个15到20分 然后最后用强火去把上面给烤焦 那个风味又更不一样 好那我们等一下看成果吧 好烤好了我们来看一下猪肋排 它的成果 猪肋排它烤过之后我用后面又加一个大火 我去把它表皮的酱给烤 烤稍微焦香焦香的 好我们直接移过来 然后把它夹到我们的盘子上 这就是我们今年的碳香猪肋排 等一下切看看 来 吧 来 来 来吧 好 来 来吧 这个黑猪肋排 来 来 来吧 好 来 做 这是我们组合的